上一集《曼德拉效應》專輯17 分享到國際運動品牌Yonex出現的《曼德拉效應》 在今集《曼德拉效應》專輯18 我們將會進一步分享本港著名雪糕品牌阿波羅雪糕 阿波羅雪糕有限公司 是香港一間超過30多年歷史的私營公司 產品售賣於各大型超市、連鎖店及角色大大小小零售士多 是陪伴不少香港人一起成長的雪糕公司之一 阿波羅雪糕的名字不單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整眼教會的弟兄姊妹更絕不陌生 因為過往日華牧師分享主日訊息或加序示範帶訊息的時候 當研究試圖行轉或哥林多前書 提到新約人物阿波羅的時候 為了方便弟兄姊妹記憶 都會提起阿波羅雪糕成為大家一局的應偶 然而過往曾細心留意的弟兄姊妹 都會發現及清楚記得 昔日阿波羅雪糕的寫法 與希臘神話太陽神阿波羅 或聖經人物阿波羅的寫法不同 是多了一個P即APPOLLO 留意 阿波羅雪糕阿波羅的寫法是有兩個P 而原有太陽神阿波羅的阿波羅是有兩個L 故此阿波羅雪糕阿波羅的寫法 與太陽神阿波羅阿波羅是有區別的 多年前 甚至教會內也有媽媽或弟兄姊妹一直以此開玩笑 至阿波羅雪糕阿波羅 與太陽神阿波羅阿波羅的寫法不同 是不同的字 既然這個牌子不是邪神的名字 亦不需要斥責rebuke 可以照常賣給小朋友吃 因為按著聖經的教導 聖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向都不會賣與異教有關 或有邪神標誌的產品 以免在屬靈裏尖嚴護衛 因此 當年阿波羅雪糕阿波羅 與太陽神阿波羅阿波羅的寫法之間 多了一個P字 已經深深成為弟兄姊妹的記憶 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記憶歐 然而 根尼卻有人發現阿波羅雪糕阿波羅的寫法改變了 雖然仍然多了一個P 但是卻由原本兩個L的APPOLLO 變成了少一個L的APPOLO 但是阿波羅雪糕阿波羅的原有寫法 有部分人卻記得魚圖所見 應該是兩個P和兩個L 此外 聖安教會梁潔明姊妹 她畢業後第一份長工的公司 就在阿波羅雪糕公司裡面任職 在梁潔明姊妹的記憶裡面 深刻記得阿波羅雪糕公司的名稱 是有兩個P和兩個L的寫法 於是 翻查手上舊公司 阿波羅雪糕公司簽發給她的工作證明 竟然 發現在這個現實裡面 自己手上儲存下來的文件 報稅單和公司印章 全部都變成少了一個L的APPOLO 以下 我們特意邀請石安教會2012小組 執聲組和工梁潔明姊妹分享她的經歷 阿波羅雪糕公司 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 是在阿波羅雪糕公司做 當時我記得是 1999年的五月入職 做過一段時間 都很記得公司名字有兩個L 但當牧師再分享 曼德拉效應的資料的時候 提到阿波羅雪糕被人改了名字 當我再回家找一些舊文件的記錄的時候 就發現原本我自己手上的文件 是兩個L 但誰知道現在變成一個L 當時真的很震驚 顯然 世上多個品牌的英文寫法 都出現了馬德拉效應 天下 至於 等下